當你感受到壓力的時間就會抵抗媽媽 開始會了 你那種方式會怎樣的? 撒嬌啊媽咪 等一下媽咪吃飯了 媽咪說我煲了湯給你喝 那你會怎樣呢? 我以前不會跟媽咪說我掛念你 但當我咬媽現在懂得玩電話之後 我開始經常說媽咪很掛念你 然後收起來 你會感覺到人與人的關係就是這樣 你開始慢慢對她軟下來 我以前是很硬的 可以了我切了不用擔心 不回來了 然後我現在感覺到她也會開始接受 然後我開始想怎樣 今天突然間我媽媽 我媽媽平時在家裡罵人 你知道多兇嗎? 我弟弟那時候 怎樣?喝湯嗎? 喝湯好不好? 這樣在哄我 但其實你會看到這個互動是一個 如果我長大了 開始懂得去疼媽媽 開始當她小朋友 哄她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感情是有另一種增進 而且看到真的相向的 對相向的 真的相向的 給別人的時候 別人都會給你 是啊 好,謝謝 好,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